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家冠名播出 今天呢我们邀请了两位嘉宾 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秋季可传 又有啥好办法 这个提到秋季 咱们先来问问两位 第一个想到的水果是什么 这个梨 梨 这秋季吃梨啊 大家已经成为一个习惯了 而且梨的品种特别地丰富 张老师您最喜欢哪种梨 我比较喜欢吃安徽荡山的苏梨 荡山的苏梨呢 它实细胞比较多 咱们一般吃梨的时候 那种粗的感觉 那种脆的感觉 颗粒感特别强的那个 就是从结构上说 它其实就是实细胞 实细胞如果越多 就口感越粗 但是恰到好粗的呢 它有脆的作用 比较脆 又甜 含水量又高 所以感觉吃这个比较好 其实我从这个青少年开始 就有一个记忆 就是这个梨 这个梨叫什么梨呢 叫做鸭梨 那个鸭梨就是鸭子的鸭 这个脖子啊 有点像这个鸭头 它有点凸起 它这个皮薄 皮也非常嫩 非常细腻 水质非常多 当然也非常甜 表面上相对比较薛白 粉嫩 所以我觉得这个梨啊 对我印象一直比较深 如果我说外面 多种梨要买的话 我还是首选这种梨 首选亚梨 就是它的那个口感和味道 已经烙印在这个舌尖和心里了 深深地刻舌在我的这个头脑里面 我们东北有那种叫苹果梨 就是它长得可能没有像这个 比较圆 这么椭圆 它可能稍微扁圆一些 扁圆一些 然后最主要的是 它的颜色是透着红的 所以看起来就很像苹果 就是吉林的这个苹果梨 也特别的脆爽 特别的好吃 就是说它梨的品种真是不少 古人啊 他把这个梨啊 称之为白果之中 就是祖宗啊 也就是白果之中 那么这里边有一位农 这个科学家 也是这个 他写了一本书 叫农政权书 他就说到里边 就提出来 这个上口供于岁供 就是年岁的时候 要向朝廷相供 那么下口呢 这个搬于这个叫盘增 放于盘增 也就是我们进行盘增 大家都能够吃到 所以可谓白果之中 所以这个白果之中 有一个什么呢 它第一个品种多 第二个产量大 产量是仅次于苹果 苹果是第一 梨是第二位产量的 所以我们吃梨啊 品种多 产量高 这个时间长 所以这个梨的 在我们这个中国人 对这么一个水果中间 是非常拖拖的 那么过去梨 重要到什么程度啊 你如果说 你拥有千亩的梨 跟那个当官的 叫千户侯相及并乐 哇 低温好高啊 低温好高 它这个实际上也是财富啊 也是财富的象征 所以这个梨可见得 我们非常重视 入药啊 入食啊 这个非常常见 是 所以说一到这个秋天啊 有的时候 甭管咳没咳 都习惯性地 煮点这个冰糖雪梨水 这个水啊 它喝完之后 确实就感觉好像 比较滋润啊 这个咽喉也比较舒适啊 好像就不那么容易咳了 这个梨啊 它那个叫 清心润肺化痰 其实它还有一个 沥水 沥尿的主要 它本身这个 这水多 它也是有点酸甜酸甜 虽然以甜为主 还是酸甜酸甜 所以它能够生精 能够夏天啊 秋天啊 能够结束 能够润燥 所以这个梨啊 我们大家都知道 生吃 它说生吃 能清六腑的热 我们五脏六腑呢 那你反过来 熟吃 能知 能知阴 知五脏的阴 也就是说心肝脾肺肺的阴 生吃熟吃都好 生吃熟吃都好 所以生吃呢 我们某种常常说 可以说驱邪 那么熟吃呢 它可以说 扶症 补虚 所以这个梨的应用啊 是非常广泛的 梨 大家尝完了 肯定是糖的含量 是比较高的 因为它甜嘛 含水量也比较高 除此以外呢 其实刚才 孙老师也想到 一种酸甜的感觉 我小的时候 家里那种老的梨素 土的品种 那个肠的那种酸的感觉 更明显 我现在记忆当中 那个酸啊 现在改良的水果 越来越甜了 含糖量越来越高 这个酸其实 它里面有柔酸 另外还有果胶 这两个东西 有化痰止咳 润肠通便的作用 所以其实刚才说 生吃梨能够通六腑 其实就是 有的人肠肇便秘 吃点了 它能够润 就里面有果胶 果胶就是 它容易使这个肠道的水 含量更高 这样软化大便 通便的作用 这么来的 作用还真不少 刚才说 秋天呢 就是容易燥 秋天这个燥 就是干燥 干燥了以后呢 我们你看 喉咙干 鼻子干 眼干 甚至皮肤也干 一干燥了以后呢 我们又讲到 肺主皮毛 肺势开合 所以我们肺的功能呢 它有什么功能呢 它要宣 什么叫宣呢 它肺的地位很高 我们本身就在这个上面 所以我们终于有一个词 肺为滑钙 滑钙就是皇帝出行 坐的这个马车上面 这个盖子 所以在上面 而且呢 它上面地位比较高 它忍不得 忍不得什么 干燥的气候 忍不得这个 环境的这个差别 对对对 胶壮 胶壮它很胶气 它要保持水分 要保持色度 它是要宣润 润了以后才能宣 同时呢 这个肺的功能啊 还有一个作用 要下降 什么叫下降呢 一个时候发散 它呢我们说呼吸啊 那就发散吧 呼吸要畅通啊 还有一个 它能够宣降 降什么作用呢 其实我们肺还煮通调水道 实际上我们通调水道的概念呢 就是把我们不需要 利用的水 代谢的产窝 通过排泄小便 还有一个呢 它我们肺 煮肺于大肠箱表里 大肠箱表里了以后 就能通畅的排泄大便 那么这个功能呢 所谓胶状啊 它需要保湿 你看保湿 还有一定的湿度 那么到了秋天啊 秋灶了以后啊 空气干燥了以后啊 所以我们这个肺就受不了了啊 它不能宣发 就会就会咳嗽 不能通调水道 不能通认大肠 就能够大便干净了 大便干净了以后 我们就要灼气上冲 宣发和缩降的功能 一上一下的功能 一开一合的功能 就受到了损害 所以我们就会表现 咳嗽 这是一个小小的梨 上下 全通 太神奇了 秋天那个季节 最大特点 就是刚才孙老师说的 灶 灶最大的问题 就是容易伤筋 就肺阻通调水道 它是滋润灌溉 起这么个作用 筋液被伤 这个炉氧的物质少了 所以它就失去了 它特有的 这个宣发素酱的功能 引发了它的干壳 所以一般是要叫造壳 原来是这个原理 所以说造壳的时候 就是那个壳的感觉 嗓子冒烟的感觉 对 弹少 弹少 弹年 对 没有壳 没有年 磕不出来 磕半天 磕不出来 掉在这个嗓子上 粘在这个 他们说的嗓子上 对 有的甚至口唇的起皮 对 干燥 鼻子也干 眼睛也干 它都是呈现一派 就觉得冒火的 叫造像 造像 就是造的这个表象 就可以用这个梨 梨怎么用呢 就是你看 比如说刚才我说的 这个冰糖雪梨 还有的人用川贝跟梨 对 琵琶跟梨 对 然后再放点冰糖 是的 但有的人说 我弄的那个川贝 这个雪梨煮水特管用 你也试试 对 它试完之后说 什么呀 没什么作用 我这该壳还是渴呀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一般来说就是 川贝炖雪梨 是民间比较常用的 大众比较常用的 它还是针对是这种造壳 一般来说 川贝也是 润肺止咳的一个代表性药 它胃肝 它不像这个贝 这个贝是胃非常苦 它是轻肺 所以如果是弹色发黄 您刚才说的 不是所有的咳嗽 吃这个雪梨川贝都管用 比如说它是失咳 比如说以弹色为主的 弹白年多 是吧 像这种呢 吃它不但不缓解 甚至还要加重 那么川贝雪梨呢 更偏向于兆科 刚才说的 就谈少 谈年 谈比较那种偏兆所导致的 就合不出来 对 就是觉得嗓子 对了 肝啊 痒啊 所以就是咱们在选择的时候 一定是要选择适合的类型 对 不是说梨意 就指秋天的咳嗽 指所有的咳嗽 对 它实际上主 刚才在那儿 就说强调兆科 对吧 这个经商 甚至肺阴伤的咳嗽 明白了 这样才行 所以如果发现 喝了不管用 别怪梨 对 不是梨的错 肯定是 想想自己的这个症状 不是所有的咳嗽 都一概而论的 那其实平时啊 如果说我们平时 就习惯性的 尤其是这个春夏秋冬 好像一年四季都有 就是北京的这个小吊梨汤 对 就是可能我们走在街头巷尾 包括一些这个 精卫菜馆里都会有 而且我印象中 我小时候来北京旅游的时候 就在街边喝到过这个小吊梨汤 至今这个味道记忆犹新 这也有历史了 对 这个小吊梨呢 它为什么这个小吊梨 这个一吊 其实我们过去 这个煮水 它这个火从下面吊在上面 一吊 一吊 所以这个吊 吊了以后呢 在这个锅里边 这个吊子 有的时候 这种容器也称之为吊子 吊子 吊起来的 这个里边加了这个梨 这个早上秋天嘛 它这个梨的甘甜 还有这里边有山楂 银偶 画梅 画梅 枸杞 实际上小吊梨 它就煮熟了吃 它就滋阴的 润造的 这种就强了 那么这个银偶呢 其实白乎乎的 黏多多的 所以这个银偶呢 它就更增加了这个温润 那么它使这个水 就变成了一种胶状 因为这个银偶 它本身就容易胶状 胶状我们说 润肺 养阴 润肺 那么这个画梅 画梅怎么大家都知道 酸的 一酸了以后 其实就更加 生精啊 还有一个 光是甜容易喝啊 容易腻啊 反而腻了以后 也不行 所以它用画梅以后 这一酸以后 生精 简易以后 它就更加舒服 还有隔绪子 隔绪子也是 滋阴啊 补肾啊 也是补阴 养肺阴的 所以这么一综合啊 所以既有甜的 又有酸的 既有稠的 也有稀的 或者也有清爽的 所以这个呢 就滋而不腻 甜而不厚 所以大家爱吃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 这个菜啊 两位老师给看看 这个搭配合不合理 也是随缘食丹里的一道 梨状虾 我们看看怎么做 这边的 把蒜 一起切合 把 Unity 勺出来 让你硬盖 脂部 不得 sensor Amazing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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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糖 生抽 鸡蛋 配合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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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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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